所以每次分组的时候 总是会有一些没人要的学生 对不对 然后这些学生就会感到很自卑 但是你们到了三年级的时候 开始学这个人格心理学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 那个有阿德勒的一个理论 叫做自卑心理学 就是这自卑的人 他最终会有一种超越的一种倾向 所以这些人把我最后会做得特别好 这个这我见太多了这样的人 所以如果你们在班级里面 谁也不踩你 女生也不跟你说话 然后干什么都都拉在后面 这个感到很自卑 所以有时候你要意识到 你是进入一种非常佳的一种状态 就是做你成功的一个重要的起点 就是这样子 所以不要因为没人踩你 或者没人要你 你就会自暴自弃 这是你成功的一个前提 Anyway 我们讲到这个上次就是说 我们用这个 算这个 只要我通过CN来算出它是Hittery 然后算出来这个Force Arm Rate 然后我们就可以 就给算出来这个D'来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计算 比如说我们现在举个例子 举些例子吧 这个就是 比如说在一个实验里面 这个总共有这个20个信号 总共有40次吧 有40次 40次个Trial 那么20个里面的是 20次里面是有这个有信号的 那么20次里面的是就只有噪音 啥都没有 就是做实验怎么做呢 所以你们把这个学会到这个 你们可以 16组也15组都可以做这种实验 就是 比如说 我随便举个例子 比如 做视觉的例子 一个就是刚才简单 一个是有关的 一个是没有关的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一个实验 那么这个呈现20次 这个呈现了20次 那么当然这是一个 也是个对比度很低的一个实验 如果太强了 100%就不好玩了 那么就发觉了 有18次的 有90%的这个概率 就是它的heathrate 就是哦哦 有 那么剩下的肯定就有 那么两次是miss的 我没有看见 明明有 我都没有看见 那么另外一方面 这一个次就出现的时候 你看这两个是独立的了 这两个是没有关系的 你看这一个 它这个 Forson Arm 就是说 这个20次里面有6次 它说我看见了 实际上它没有 那么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14次 是这个 说是correctal rejection 那么这个d' 的证明是怎么样 d' 就等于什么 这个z score 什么样的z score 多少 大家知道吗 对啊 0.9 对不对 0.9 减去z score的这个 多少 多少 0.3 对不对 就出来了 这个时间容易吧 这个20分钟都不要 就做完了 那么 要我算完Excel 我们就可以算一下 这个 如果你要算的话 就是 算出来这个是1.28 这个是负的0.5 然后算出来就1.8 这是它的deploy 谁做完了 容易吗 这个就做完了 这个做多少时间 这个做 如果是40个券的话 5分钟 然后算一下 把这个算出来 再5分钟 10分钟 你就做完了 交给吴老师 这些东西都是统计上的插表 已经这个Excel都给算出来 大家知道这些东西吧 不知道 对不对 这个 要我算一下吗 不用算了吧 这不用算 因为这个太简单了 所以这一个贝斯的话 它这个 它的这一个 哎哟 所以它这个 它这个 它这个 β是个 它的这个标准 是一个比较好的标准 标准的 这个β怎么算 β是什么呀 β是什么 这些是多少 1.7对不对 1.7算是多少 我们算一下好不好 这个我也不记得是多少 这个算一下 看看这个Excel 我都不知道怎么算了 这个 0.7 不是不是这个 这个 现在要算Zscore 这个不是 搞反过 所以是 现在这个电脑换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用了 要命了这个 Normal Norms 为的这个 Probability 是0.7 你看它是 它是贝斯在0.52 这地方 它贝斯在 这个标准分子 0.52 这地方 那么我们回到 这个训练上 你看它在这个地方 0.5 0.5 这地方 所以你看这个分布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反应 就是它是一个 比较平衡的一个反应 对不对 它也不是很极端 也不是特别保守 它是在这个中间 这个地方 所以就算出来了 这个特简呢 这个一个CN的话 就是十分钟 就把所有的全部都弄完了 然后再画的时候 把图啊什么画出来 这个CN就做完了 对不对 然后 然后比如说 另外一个情况 比如说它这个Hitterator 是0.7 另外一个CN 比如说这个 就刚才这个玩意 0.3 我刚才0.3 那么 然后你都可以算出 它的Deep Prime 这什么Deep Prime 这就我刚才的一个 那么 这个特简单 然后我们就举CN的例子 就刚才这么做 大家没办法 特容易吧 这个做一下 然后你就算出来 爆错了多少 爆对了多少 这个 这个叫 爆错了多少 这个叫 Force Alarm是多少 这个Hitterator是多少 你就给算出来 Deep Prime 然后你这个 根据它的 这个Corrected Rejection 你就知道 它这个标准是多少 你看它都全算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好不好 这个 特简单的这些东西 这是这个 这是在系统物理学院里面 这个有人用 他就 他就用这个Deep Prime 你看 这是一个什么CN呢 他做的是一个 有一堆点 它朝一个方向运动 然后呢 这是第一个Trial 第一个刺激 那么随后出现一个刺激呢 又往稍微偏一点 你往这种运动 这个角度运动 然后呢 背试就是要 任务就是说 你能判断 前面和后面 哪一个的 这个运动方向 更加顺时针 就这样和这样 对不对 这比较容易的 这比较容易的 跟顺时针 那么他的这个 他用的Deep Prime 就是他的这个差异 就是有两种条件 一种条件就是 一前一后 它是完全一样的 这相对某种 一样就是没有信号 就是说 因为它前后是一样的 另外一种呢 就是 怎么叫没有信号呢 就是说 就是一个 你看第一个 它的这个direction是D 对不对 它第二个的信号呢 是D Data D 但是Data D 就是它的信号 Data D等于0的时候 就是这些 天后两个是一样的 那么另外一个圈呢 就是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说D 这什么样 质量都不是很好了 这样好吧 就是 一个就是 就是D和D 它是没有信号的 因为它是两个前后 是一样的 都是一个背景 第二个就是D 还有一个D 加上一个PlusD 这个是个固定的一个值 所以 然后就是比如 也是各二十个圈 对不对 然后你不就做出来了吗 这到底是 到底是 是更顺时针呢 还是没有区别 如果是更顺时针 然后我做出来了 我说它更顺时针 这就是个Hit 如果它稍微 更顺时针一点呢 我说它们没有区别 这是什么 这是个Miss 对不对 那么如果这个 前后是一样的 那你偏偏说 它好像 有一个更顺时针一点 这就是Force Along 否则的话 就是这个Correct Rejection 你看就这个东西 特简单 就算出来了 我们也是做个 做个20个 或做40个Trial 一做以后呢 就把这个Diplom 算出来了 你看这个地方 它有两个条件 一个条件呢 就是说 它的这个运动方向 是Cardinal的 就是说速的 或者是横的 就是Cardinal的 这种地方 另外一种呢 是个斜的 是Object的 就是说 比如说这样的 或者是这样子的 这种比如45度 135度 这种东西 然后你会发现 这个随便提示 就是你看 它的同样一个刺激 它什么都不变的 尽管一下 你看如果是这一个 它如果是斜的话 它这个Diplom 就要弱一些 就第一听 这个只有0.5左右 如果是Cardinal的时候呢 这个 它的这个Diplom 就超过了1.5 就1.7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什么 说想一点 说什么 对对对对 这个在我们视觉里面 叫做Object Effect 就是说 我们人总是对这种 竖的和横的 这种Cardinal的 不管是Direction 还是Orientation 就是这些东西 我们都会更敏感一些 如果是斜的这些东西呢 就会 就是这个敏感性 要差很多 你看 这很典型的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地方 那么你好多人做的方面 到底什么样的原因 是细胞 是这种生肌原杀啊 还是其他什么东西啊 这个有各种各样的 这种理解 但我们不管它 就是你看 这是刚开始做的时候 就是你看 如果是Cardinal 它叫Diplom的地方 然后它每天做 每天做 你看 这个一天 比如做几十个Trial 第二天做几十个Trial 那做做做做做做 你看这个Diplom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对不对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 你看这个实验就做完了 然后就说明 这个训练能提高 这个人对这一个 运动朝向的 这个辨别 运动方向的辨别的 这个敏感性 对不对 你看从这地方也提高了 这个点也提高了 那么这个实验就做完了 然后它发表在Science上面 这个 当年特别重要的一个工作 那么另外一个 比较好玩的 这是因为我过两个星期 下下个星期 我还会跟你们讲 两次视觉的课 所以 稍微提一点 它一个很好玩 就是它发觉这个 如果把这些点 不往这边走吗 如果这些点往这边走的时候 就可能怎么样 它训练完以后 你怎么样 又没进步了 对不对 你看没有 也就是它这样一个训练了以后 或者是你看 这个如果是训练完以后 如果它这个 然后把这个点反过来 走的时候 你看 这个点又 它这个敏感性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了 大家看懂这些数据吗 你看这个敏感性 对不对 然后过了三个星期 或者过了十个星期以后再测 还是这样子 你看原来进步的地方还是进步 如果倒过来的时候还是没有进步 那么我们实验室 这件有篇文章在里面 在这个review呢 是那个张老师 好像有的同学 是他做了你们本身的老师 他做了一个很牛很牛的一个实验 就是说 做完以后就发觉 做完以后呢 这个点 这个做完以后呢 这个点也跑这儿来了 这个点也跑这儿来了 这个实验 所以我下次再讲 我们怎么做这个实验呢 挺好玩的 讲一些实验逻辑 实验办法等等 但是现在呢 最简单的就是 就是这个实验 这个特简单 有这样两个条件 然后你就测它的这个deep point 那个deep point 就刚才那个方法一算就算出来了 然后你每天测 每天做一次 每天看那deep point的变化 把他把它画在一起 然后图也有了 点也有了 然后发现一些很奇怪的 我们现在发现这是个artifact 当时单年就发表在这个science上面 就是对这个领域里面 产生很大的影响 就是这样子 一个研究就做完了 就是用信号检测论 就可以做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研究 而且特简单的一个研究 对 那么除了这些以外 就是除了这个deep point 这个计算以外 这个实际上还有一个叫做 尤其当年在这个 在做这个研究雷达的一个操纵源的时候 这个有一个ROC科 这个是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曲线 ROC就是receiver 就是这个雷达这个操纵源 这个operating的它这个特征 就是这个OLED中文怎么翻译 这一个反正就是一个ROC曲线 这个receiver operating 它的这个操作的曲线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看 它现在是一个函数 就是说你看这是Force Aromorate 这是Hitterate 我们讲了它这两个的这个 标准分的一减 就是它的这个deep point 对不对 那么当这两个 当这一个曲线就是说 是在就是完全没有信号的时候 就是这个完全辨别不出来的时候 它deep point等于0的时候 也就是说这两个都完全一样的时候 它是这么一个情况 它如果你画它这个Force Aromorate 跟这个Hitterate 它是各百分之五次 它完全就更好在这个对角线上面 那么如果有deep point 如果是小于这个0.5的时候呢 它的曲线就表现了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曲线跟这个曲线 它有个什么区别 就是说在这个曲线上的任何一个点 它的deep point都是0.5 而这个地方的任何一个点呢 它的deep point都有等于0 但是这些东西是不一样的 这些东西不一样的 就是说你Force 我们刚才讲了好多事 就是说 但你很保守的时候 这个你的Force Aromorate是0 但是呢 你的HitWater也是0 对不对 你一个都不想报错 所以你一个也报不对 这在绝对的情况下 那么要往这边走的时候 你越来越 报得越多 同时你这个ForceRum的Rater 也是越来越多 甚至在没有信号的时候 也是这样 就是说你报的时候 它也是这样 但开始有这个信号的时候 有一定的这个D'0.5 它的曲线是这样的 就是不同的人 我们想象一下 ROC是它的这个特征曲线 就是说不同的人 它是不一样的 就是它有的人就偏保守 有的人就偏这个激进 那不管它是怎么样 把它画在一起的时候 它的这个曲线 都在同一个曲线上面 就是说不同的组合 但是它会产生 同样的一个D'0.5 也就是它那个Sensitivity 是一样的 也是我们一直讲的 Sensitivity跟标准没有关系 对不对 我们一开始就讲了 Sensitivity跟你用什么样的标准 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但是这样一个曲线 就又把你的这一个标准 给表征出来 同时呢 就是你不同的人的 不同的标准给表征出来 你的这个特点给表征出来 同时呢 又把你的这个Sensitivity 给表征出来 就是不同的人 你看很多人 它同样的Sensitivity 它可以产生 有不同的这个 这样的组合 就这样子 D'0.5 那么还可以 D'0.5还可以等于1 对 更好了 就等于1 这时候就 也就是说 分得越开 更多分得越开 那么更敏感的时候 这个D'0.5 比如在这个时候 你看它的这个Hit率很高 它也比如这个 比如这个Hit率 就这个倍速 你看它到了0.8的Hit率 但它的这个Force number 还是很低 因为这个刺激 比较容易分开嘛 所以它这个D'0.5 变得很高 变得很大 那么就会产生 这样一个结果 那么到极端的情况 比如越往上的时候 它慢慢慢慢地 但是刺激 已经特别容易分开的时候 你抱对了很多的时候 你仍然是Force number 仍然会很少 明白这样一个过程吗 这个跟刚才那些曲线 是一样的 是不同的画法 它这个地方唯一的就是 它把这个 除了这样子以外 它把这个标准也给画出来了 那么在这样一个RVH曲线里面 把这个都给表扔出来 那么这样 然后你就一看 你看到这个曲线 就说 这个太容易了 这两个刺激 已经分得很好了 就是非常 Sensitivity非常高了 而这种情况呢 就比较差一些 那么在极端的情况下 就是说 一个辈子它可能就是说 它可能是有 我刚才有没有画图 就是说 它能百分之百的Hitterate 它全做对了 但是呢 它的这个Force Alarm的话 是零 Force Alarm是零 这也很容易 就是当两个刺激 相当太大太大的时候 但是做实验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把这个刺激 放到这个地方 因为你做什么东西 都做不出来 这个 你跑到这个地方来了 对不对 所以都做不出来 所以这是这样子 这是一个极端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在这样一个极端里面 就是说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Hitterate也是零 它的这个Force Alarm也是零 就是它整个就看不见 看不见了 而且它也不报 这个特老师 就是我都没看见 那么换一个人 就是说 它压根啥也没看见 它说它全看见了 所以这样呢 就会产生这样一个极端 就是说 它的这个Hitterate也是百分之百 它这个Force Alarm也是百分之百的 这个正确率 这个的这个改律是这样子 对 所以就是这样 就是两个百分之百 就是这样呢 就是有这么一个曲线 就把 把这样一些东西 都给分开了 就是 把这个 不同的这样一些情况 这个 Deep-prong的Sensitivity 它的这个Criteary 都分开了 那么这里面 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玩的 就是我们刚才讲了 就是说 这个 我们把这个 这个传统的 这个心理物理学的问题 就是有两种解决方法 一个就是 这个 Signal Detection 另外一个就是 Force Choice 那么它这个中间 是什么样一个关系呢 这个现在 这个现在蛮好玩 也蛮重要 就是说 因为你是读文章的时候 我们做心理物理学 我们还是讲预知 对不对 我们还是讲预知 那么 那么 当时刚才又讲了 这个 传统的预知 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那么 必须把这个标准 去掉以后 它的预知是怎么理解 就是说 那么我们上次也讲了 就是说 2FC的时候 我们照样给测预知 这种预知是没有 是不受这个 Criteary的影响 所以它已经不是 个传统意义上的预知了 那么SDT呢 同样的实际上 也是可以测一种 就是不受这个 不受这个标准影响 这个预知 所以这样两个之间 是有个关系的 它就是说 就是说你这个 你这一个 我们假设你 2FC就是两个次级 对不对 一前一后 如果你的这一个 你是完全瞎猜 你完全没做对的时候 就是说D'等于0的时候 它的这个正确率是多少 50%对不对 50%是刚好 这个下面的面积 我们假设这个单位面积 是1的时候 刚好是最快的面积 刚好是0.5 是0.5 那么 不同的D'呢 就是它会有一个 不同的一个正确率 你看 这个地方有一个正确率 这个正确率 如果是D'特别高了 你就会有100%的正确率 对不对 这个就有100%的正确率 注意到这个D'等于1 这D'等于1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地方 这还有一个 它的这个怎么个算 我们不管它好不好 这个 这个D'它正是 它们两个之间的这个关系 然后呢 然后一算 这个也是Excel 就给算出来 对不对 你会发现这个1的时候 那D'等于1的时候 它正确率是0.76 跟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上次可以讲的 这个我们做这种 残定刺激法的时候 它正确率大概是75% 我们一般定的 用Stell case的时候 我们经常比如定在 这个79% 都在79% 也就是说 这个我们做信号简单论的时候 这个大家记得了 这个多分钟可能 经常会碰得到 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D'等于1定为预知 就当这两个刺激的差异 就是我的正确率是76%的时候 就是或者它D'等于1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当作预知 这是新的意义上的这个预知 那么从信号简单论来 就是D'等于1 这就是我们的预知 如果是我们上次讲 FORCE CHOICE 比如我们用了75% 这是我们的预知 或者百分之七十几 你看这些值都差不多 你知道你讲清楚了 大家都知道你讲什么东西 所以预知本身是 这个概念没有特别大的意义 但如果你讲清楚 我的预知是D'等于1 或者我的预知是 它的正确率是75% 或者多少 这时候它就真正开始有意义了 它是一个统计的概念 那么我已经讲完了 这个信号简单已经讲完了 然后再稍微讲一点点 这个就是 我们一直在讲 这个有噪音 对不对 有这个外部噪音 外部噪音我们没有办法 它就有外部噪音 然后我们有内部噪音 那么我们内部噪音 虽然是有办法的 这也是信号简单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 我们可以估计这个信号 这个internal noise 它的这个强度 这就很好啊 对不对 怎么估计呢 就是说 但是把你整个系统 作为一个系统来考虑 你这个internal noise 大概是什么样子 你看我们 我们回到最早的 这样一个刺激 也就是说 这样一个signal 对不对 这个你看 白的 黑的 白的 然后呢 加了噪音以后呢 就基本上就看不见了 然后怎么做这个实验呢 这个实验实验特简单 就是说 这个 这里的横轴是 它这个external 你看 external这个噪音的 它这个能量 就这个能量 再给算出来 就是这个能量 那么能量给从0 就这种情况下 就是外部噪音为0的时候 那么这种时候 外部噪音特别强的时候 就不同的强 然后呢 我们就算这个 它的d'等于1的时候 它这个信号的噪音是多少 d'等于1 也就是它预值 对不对 它预值的时候 它的这一个 你需要多强的这一个对比度 或多强的这个能量 信号能量 我才能 才能 这个做到d'等于1 或者我能真正实现预值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 ideal observer 就是一个没有 internal noise的 这样一个 一个特别纯粹的 一个特别纯洁的 这么一个系统里面 它没有任何噪音的情况下 它是这样一个关系 就是说 你这个 如果外部噪音为0的时候 那么它这个 这个几乎也就是 也是等于 你这个信号不可靠了 就是这个 反正就是你这个 虽然能量这个增加的时候 它这个也会增加 对不对 有这么一个关系 就是这个ideal observer 就是没有这个 internal noise的情况下 这个东西也是测不出来 这是理论上的一个词 但是呢 如果 在实际测出来的时候 实际上因为有了 有这个 有这个internal noise 对不对 所以它实际上是这样子的 真正测出来这个词是这样子的 这个词是你测不出来的 这是个理论上的一个词 所以一个理想化的一个系统 那么 真正的 你这个 一个系统 你测出来的时候 我这个 随着这个能量的增加呢 即使能量是0的时候 最后 这个外部噪音的能量是0的时候 我仍然会有一个预知 就是这个depromation的地方 那么仍然随着 这个噪音的不断增强呢 它也可以不断增强 增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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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方 那么这一个曲线是 就包括了 这个internal noise的影响 的这个曲线 那么你只要把这个 这个试验桌已经做完了 就是你把这个一延长 一延长到这个地方以后 然后呢 它的这个焦点 这就是它的internal noise 它的总量 这也是这个试验心理学里面 就是在古迹这个内部噪音的 一个最经典的一个方法 特简单就是这样子 你只把这个算完了以后 把这个线一延长以后 它的这个 跟这个焦点 这个值 就是它的这个 它的internal noise 它在这 这个好玩吧 这个所以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非常聪明的人 大量的人都是从这个工程 这个背景转过来的 这个做研究视觉 他们有 有很多的这种 包括idea observer 还有这些噪音啊 等等等等的 因为他们把这个人 当作一个系统来看 不管它是个机械系统 还是个什么系统 他们用同样的方法 来做这些东西 然后就带来很多新的 这些一些实验的逻辑啊 实验的方法 方法都做 还有我们的方法 实验的逻辑 然后都是一些新的 一些实验的概念 就这样子 对 哎呀 我就讲完了 基本上就这么多 这个 是不是还挺早了 是不是 对这个 基本上就是 这个基本的这个概念 我就跟你们都讲完了 这个 我们怎么样测量 这个预知 从这个传统的 这个 factor的东西 到我们现在的 这个 这个感觉测量里面的 主要的两个方法 信号简单的方法 和我们的forced choice的方法 那么 过这个 过下下个星期的时候 我再开始 我没有真正教过 这个实验心理学的 这个视觉部分 我教过这个 一般的这种视觉 所以我跟这个 吴老师三谈 就是我们怎么样 从实验心理学的角度 来这个讲视觉 我先讲 带你们走一些 重要的一些研究 一些概念的发展 这个发展的过程中 我会仔细地讲 这个研究方法的变化 那么一些 新的一些实验的逻辑 然后讲这个过程 是怎么样的 好不好 好 那我就讲完了 今天 谢谢大家 那是 特别的时间是 你们今天排路线 有什么问题吧 到底有什么问题吧 我们给这拖一点时间 还有问题吗 问题可以 可以问一下的 还有 或者是 你有例子 可以让他们做变形吗 就是例子特简的 就是你给做 你给做memory 比如我 我这一堆照片 对不对 我给你看了 一百张照片 然后呢 现在呢 我就看你的 你的记忆能力 我现在给你的照片里面 就是有一百张 是你原来看过的 还有一百张 你原来没有见过的 然后就行了 然后你跟我说 这张照片 你看过了 还是没有看过 是不 大家明白 这个过程怎么做的吗 我这两百张 随机给你看 然后你说 我看过了 我没看过 我没看过 然后又算出来什么东西 又是刚才那两个东西 它的haterate 它的force around d' 就双重来了 所以这 你给他们用来 这个用来研究记忆 你也可以用来 研究 几乎任何一个认知现象 都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做 特简单 特简单 就是这样子 但是大家就意识到 就是说 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 最简单的一个case 就是 假设这个 什么叫最简单 就是 假设它的这一个 它的两个distribution 是完全一样的 但实际上它的distribution 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 没有 没有 就够了 这点就够了 这个 哦 不是 所以 这个是噪音 对不对 因为信号 绝大部分的信号 实际上它是有一个 有一个噪音分布的 它不是那么干净的一个噪音 是这样 对不对 那么 怎么算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是信号简单的 怎么做呢 就是我们刚才都没有讲这些东西 它实际上也蛮简单 就是说 这是它的sigma1 这是它的sigma2 对不对 那么这一个 加出来这个信号 这么一个东西 这两个加出来 产生了这样一个信号呢 它就有一个新的sigma 这个sigma就等于 这个sigma1的平方 加上sigma2的平方 这个除以一个号就行了 所以这样就把这个事情 就弄复杂了 那么现在就产生了 两个sigma sigma2 这个大的sigma 这个我们不要它 如果这两个信号 如果这个信号跟这个噪音 它的分布都不一样的时候 怎么办 这也蛮简单 就是你这d'怎么算 d'就等于还是这个 μ2 减去个μ1 这个μ知道写不好 除了一个 也是这个sigma1的平方 加上sigma2的平方 除以2 然后我们开始就把这个问题 搞得复杂 我不再往下讲了 就从这个分析上讲 就是说 你看如果这两个是一样的时候 它这个做出来 最后还是等于sigma 对不对 这两个等于一样的 2e除不得sigma2的平方出来 不还是和sigma 还是一样的 那么这是从这个信号的 本身的复杂性来讲 那么第二个复杂性 就是这个实际上是 如果你读心理文明学的文章 就是说 刚才讲的那么简单 那种实验并不是很多 就实际上在做实验的时候 比如现在有四个词 噪音 对不对 然后呢 第二个呢是噪音 加上n加上se s2 它会有好多的 它会有好多的这个词 然后就这么分布 这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呢是 你只有两个 但你的反应不是yes no 你的反应是 0是no 对不对 我们假设这个 1是yes 但实际上这中间 是有个中间状态的 我不知道特别清楚 我也不知道特别肯定 这个时候 我们假设这个 我完全肯定的时候 我是4 那么我中间还可以是 这边有个confidence rating 就是我的这个 有多大的信心 我多 这两个真的是0或者1 所以这中间又变成 多了变两个1 或者2 还是3 我是绝对没有看见 我绝对看见了 那么中间还有一些中间状态 这时候这个 这个数学上的分析 变得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复杂 这也是这个 现在这个 更常见的 就是你读视觉的 更常见的 这样就更复杂的 信号解释 才能真正把一些 更细的东西给做出来 这是我讲的 就是信号解释 我们今天讲的 这些最简单的东西 OK 你说 我想问一个实用性的问题 ROC曲线应该用什么软件画 用什么软件画 对 什么意思 我有些数据点 我肯定是做一个实验 测出一些数据点 然后我要拟合一条ROC曲线 这是我用什么软件比较好 不是 你就Excel画不就画出来了吗 用Excel它可以拟合那种 你的拟合那种曲线是吧 那有各种各样的办法 我不知道 它是个弧嘛 对不对 它不就是个弧嘛 你看到没有 它是一个弧线嘛 然后你用一个弧线 给它飞得出来就行了 我可以用什么软件 计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去找 这个有无穷多的软件 谢谢 对 这个无穷多软件 对 我们自己实验室 我刚才用的这个软件 Ego就是我们实验室 用了好多年的软件 他给做这些分析 这个商用软件 那也太多了 这是无穷多的软件 也许Excel都能做这些事情 Metalive都能做这些事情 对 你自己去找这些东西 就是 对 这个统计的软件太多了 这个发生软件 对 还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再次感谢余老师 那就更好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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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别收拾东西 我就是简单说两句 这些软件太多的软件太多的软件太多了